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投资公司正在尝试从中国多元化投资到其他亚洲国家 如日本和印度以应对政治压力并扩大投资范围 但是 投资者可能会因为中国股市的上涨而后悔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其次 尽管Uber和Shopify的股票因财报不佳而下跌 Lift却因业绩超预期而股价上涨 最后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将开放一个新的区域 名为Fantasy Springs 预计将吸引更多年轻粉丝 并提升游客数量及平均消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亚洲金融市场的多变风云中 投资者的怀疑心理正在加剧市场的复杂性 Nike Asia报道指出 投资公司正寻求从中国分散投资 转而增加对日本和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 以扩大他们的投资范围 并回应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压力 然而 投资印度可能会遇到困难 因为评估价值已经相当高 而且印度当局对中国投资者保持警惕 与此同时 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多元化机会 近几周对中国的前景感觉有所改善 随着中国股市的上涨 投资者可能会开始后悔 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另一边乡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 由于华尔街股市走低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设定位下滑 美国股市相对平静 标普500指数 微跌0.1% 到琼斯指数 上涨0.3% 尽管Uber在第一季度 报告了低于预期的业绩 和令人失望的第二季度指导 股价下跌8.6% Shopify即便报告了超出预期的利润和收入 由于对收入增长放缓的担忧 其股价仍然下跌了19.6% Match Group在第二季度的收入预测 未达到预期 股价下跌6.2% 在美国商务部 撤销对一家中国客户的出口许可后 英特尔股价下跌了2.8% 与此同时 LIFT在盈利和收入超出预期后 股价上涨了5.4%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环境中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正试图以全新的方式吸引观众 保持其魔法不衰 据Nikiasia报道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将于6月6日 开放一个名为 Fantasy Sprints的新区域 这项21亿美元的投资 是自2001年迪士尼海洋开放以来 最大的扩张 旨在吸引年轻粉丝 提高游客人数 和平均顾客消费 新区域以冰雪奇缘 魔法奇缘 和彼得潘等受欢迎的电影为主题 包括四个景点 和一家新酒店 东方乐园 东京迪士尼乐园 和东京迪士尼海洋的经营者 预计新区域 将10年销售额 增加750亿日元 6.83亿美元 这些报道 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亚洲市场的动态 从金融投资的策略 转变到股市的波动 再到娱乐产业的创新扩张 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 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中 企业和投资者 如何适应和寻求新的机会 无论是在金融市场的挑战中 寻找新的投资地点 还是在娱乐行业中 通过创新维持竞争力 这些举措都展示了前瞻性思维 和适应性的重要性 在金融市场和媒体行业的 纷繁变化之中 两大新闻引人注目 一方面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WBD 在面临线性电视市场动荡 和不利的广告市场环境下 即将公布其第一季度财报 另一方面 中国和香港的股市 因经济复苏的迹象 而吸引回投资者的目光 此外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推出的 新支付服务Fedna 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些事件 不仅展示了全球市场的动态变化 也预示着潜在的投资机遇和挑战 首先 让我们转向华纳兄弟 探索公司的情况 据雅虎美国报道 WBD正处于减少债务的关键时期 同时 线性电视的衰退 和广告市场的不利情况 给公司带来了挑战 投资者特别关注的 是NBA媒体权的最新进展 此前有报道称 WBD可能会失去这些权利 转而归NBCUniversal 所有 这一消息 加剧了市场对WBD的担忧 因为公司最近因线性广告 环境疲软 和分销费用的压力 而陷入困境 随着WBD即将公布季度财报 市场正密切关注 其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以及它对未来的规划 另一方面 日经亚洲 报道了一个积极的市场动向 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股市 因经济复苏的迹象 而重新吸引了投资者 自2023年底以来 香港恒生指数和上海综合指数 分别上涨了7.4%和5.2% 尽管周三有所回落 这一增长动力 主要来自中国经济的积极信号 第一季度实际 GDP同比增长5.3% 此外 一些高股息股票 如中国石油和招商银行 也实现了显著增长 这表明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正在恢复 这可能为全球投资者 提供新的机遇 在支付服务领域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推出的FedNow服务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FedNow允许客户 从他们的银行账户 发送和接收即时支付 服务全年无休 全天候可用 这项服务 这项服务 已被美国的大型银行 和服务提供商采用 包括富国银行和Visa FedNow将使客户 能够对财富管理或经济账户 进行及时存款 发送或接收当天的工资交易 以及在支票和储蓄账户之间转账 然而 由于交易在几秒钟内完成 这意味着金融机构 几乎没有机会 实时捕捉到欺诈行为 尽管如此 FedNow的推出 标志着支付系统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为消费者和企业 提供了更多便利和灵活性 总的来说 这些报道展示了全球市场 在不同领域的重要动态 无论是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面临的挑战 中国和香港股市的复苏 还是FedNow支付服务的推出 都对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 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机遇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保持警觉和适应性将是关键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 各行各业的表现 都在经历着起伏 从Shopify的股价 下跌到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对日本品牌的投资 再到幻想棒球交易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领域的机会和挑战 让我们来仔细探索 这些发展背后的故事 首先 Associated Press报道 Shopify在2024年初 表现强劲之后 由于对当前季度的疲软预测 其股价出现了下跌 该电子商务平台 预计第二季度的收入增长 将达到高青少年百分比率 与第一季度的23%增长相比 有所下降 此外 季度毛利率预计 也将下降约50个基点 公司将这一预测 归咎于欧洲的疲软 和美元的强势 值得注意的是 其他公司 如星巴克和麦当劳 也报告了消费者支出的回落 转向Nike Asia的报道 我们看到中国投资公司 CIC正将目光 投向日本不太知名的品牌 作为一个拥有 1.24万亿美元 投资组合的主权财富基金 CIC已经投资了 在日本经营身体疗法沙龙的 Factory Japan Group CIC计划通过特许经营模式 在中国扩展业务 利用其在该国的影响力 CIC专注于那些 通过在中国开展业务 可以提升价值的中小型 为上市日本公司 最后 来自Yahoo US的报道 为我们提供了 幻想棒球交易分析的洞察 随着球员统计数据 正常化的等待 幻想棒球经理们的耐心 正在逐渐消耗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 Matt Olsen 和休斯顿太空人队的 Yaden Alvarez表现不佳 但他们的基本数据表明 他们即将迎来转机 另一方面 太空人队的 Kyle Tucker表现良好 预计将继续改善 而《非诚勿勿承人队》的 Elec Baum受益于高宝贝 使他成为一个高卖点候选人 而多伦多蓝鸟队的 Fladimir Guerrero Jr 表现不佳 应该低卖 这些报道揭示了 当前市场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 从Shopify的挑战到 CIC对日本品牌的投资 再到棒球运动员的表现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科技 投资 还是体育领域 机会和挑战 总是并存的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在不确定的市场中 保持灵活和敏锐的观察力 是至关重要的 在最近的一系列 金融市场和政治动态中 我们发现了几个 引人注目的话题 从科技巨头的股价 波动到 美国国债问题 再到对美国经济前景的 乐观预期 这些议题 不仅影响着投资者 和政策制定者 也对普通民众的生活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科技行业的最新动态 根据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 Ober Technologies Inc Ober的股价 在公布令人意外的第一季度亏损 和令人失望的预定结果后 下跌了超过8% 同样的 Shopify Inc Shop 在给投资者 一个令人失望的 财务预测更新后 股价也下跌了超过18% 然而 在这片悲观之中 Ariston Networks Inc Anet 却成为了一抹亮色 该云网络公司 在超越华尔街的 第一季度盈利 和收入预测后 股价上涨了近7% 这些波动不仅展示了 科技行业的不确定性 也反映了投资者 对未来的担忧和期待 转向更宏观的视角 Yahoo US 报道了美国国债问题 及其在总统竞选中的地位 美国国债 即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 并且到2054年 可能会达到GDP的166% 然而 无论是现任总统乔拜登 还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都仅提供了少量计划 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些计划 被外界普遍认为 对国债问题影响有限 此外 两位候选人在任期间 都见证了新的赤字激增 尽管近期的民调显示 有51%的受访者 对联邦支出和预算赤字 表示非常担忧 但这一问题 似乎并未成为竞选的重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 Writers Breaking Views 提供了一个更加乐观的视角 讨论了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 在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 讨论主要集中在 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 和低失业率上 事实上 美国在全球经济表现中 呈现出异常的强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4年 美国的增长将达到2.7% 几乎是欧洲和日本的三倍 是英国的五倍 美国经济的强劲 有助于解释强势美元 和高股票估值 综合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面的图景 科技行业的波动 国债问题的复杂性 以及美国经济整体的强劲表现 这些话题 不仅关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也直接影响到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未来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 和机遇的时代 理解这些动态 对于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在这个时代 名人和大公司的故事 总是让人津津乐道 从安妮 海瑟薇 And Hathaway 在电影 The Idea of You中 穿上自己的Alio鞋子 到全球最大啤酒公司 ABMBF 在面对美国市场疲软的情况下 仍然报告出意料之外的收入增长 再到敌撞媒体公司 CEO们在挑战重重的行业环境中 仍享有高薪 这些故事背后 都有着引人入胜的细节 和深远的意义 根据AhuUS的报道 安妮 海瑟薇 在拍摄The Idea of You时 穿上了自己的一双Alio鞋子 这不仅展现了 她对角色的权情投入 也反映了她对时尚的独到见解 服装设计师 Jacqueline Dimiterio表示 这双鞋子对于该场景非常重要 需要让海瑟薇感到难以置信 这一细节 不仅展示了海瑟薇 对于角色塑造的热情 也凸显了她通过服装 找到角色的独特方式 另一方面 Associated Press报道了 ABMF 在面对美国和中国销量下滑的挑战下 第一季度收入仍然超出预期 尽管啤酒销量下降了1.3% 非啤酒产品的销量 却上升了3.5% 总收入达到145亿美元 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这一成就反映了 ABMF 在困境中寻求机遇 并通过多元化产品线来 抵抗市场的不利影响 在媒体行业 高层薪酬 一直是热门话题 Yogo US引用 Variety的报道指出 即使面对行业挑战 包括好莱坞作家和演员的罢工 以及流媒体服务的高成本低回报问题 多数顶级媒体公司 CEO在2023年 仍然享有薪酬增长 这种高薪水平 在行业内部引起了不满 好莱坞工会对薪酬差距提出了挑战 尽管高管们用财务目标 来合理化他们的薪酬 但这种解释 对于那些寻求更公平待遇的 行业工作者来说 似乎并不足够 这些故事 不仅是关于个人和公司的成功与挑战 他们还揭示了当今社会 和商业环境中的深层次趋势 包括对于个性和品牌价值的追求 在逆境中寻找成长机会的决心 以及对于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日益关注 这些故事背后的细节和例证 不仅让我们对这些知名人物和公司 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让我们对于当下的文化和经济环境 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